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讲述了赵薇扮演的田苏菲 在从1947年到1980年3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 竭尽全力地经营爱情和婚姻的故事 30年的年龄跨度让扮演父母的刘烨和赵薇 还有扮演女儿的景田都碰到了不小的麻烦 刚才那个坐在旁边的不是我们妹妹 是我们两个闺女 戏里面这个女儿下女的是谁啊 都有点像啊 都有点像 就是气质啊 那种高棍的气质像我 就那种我妹的外表像我啊 赵薇和刘烨尽管在以前的戏中也担过父母 但这次却有了个这么大的女儿 怎么担好这个父母可让两人头疼得很 尤其是刘烨 戏中这个13岁的女儿让她总觉得很尴尬 有的时候我会有点尴尬 我是什么 我教我的女儿骑自行车 然后是就是这样这样交代 我觉得心里边怪怪的 慢点啊 自己练一招 尽管已经接近全力 可是刘烨的这个父亲角色还有出岔子的时候 刘烨演老头就成了被赵薇取笑的又一个话题 装成熟 有的时候导演就说别演老 演老 我也 我老不演 人是在装过了 导演说刘烨你没中风吧 你 不是 因为我见到那女儿那么大的吧 我就下意识自己 我就 演老头 演老头 然后那个导演说别演老 导演说你别演中风 你这抽出了 有时候收回你啊 小小星不断的探班 风之辉无辜报答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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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